当地时间21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会见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阿拉比 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开启外交关系60周年 60年来中阿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 各领域友好合作成果丰硕 阿盟是重要区域性组织 为阿拉伯世界实现民族独立联合自强 做出不懈努力 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独特影响的作用 中方院加强同阿盟的友好关系 期待阿盟在促进中阿友好方面 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习近平强调 中阿两个民族在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发展进程中 始终相互理解 相互支持 中国长期坚定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正义事业 支持阿拉伯国家团结自强 自主解决地区问题 中阿双方要传承中阿传统友好 增进政治互信 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加强协调配合 要合作共建一带一路 构建互利共赢的友好合作关系 要依托中阿合作论坛 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 使中阿合作上升到一个新水平 阿拉伯表示 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阿盟总部 中国始终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 始终支持发展中国家 所有阿拉伯国家感谢中国对阿拉伯事业 特别是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 阿拉伯国家高度重视并赞赏中方 在阿中开启友好关系60周年之际 发表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 愿在政治经济等各领域和国际地区问题上 同中国密切合作 充分发挥中阿合作论坛作用 促进双方共同利益